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两个凑在一起做一轮演讲 真的是世纪对决 有点文武双雄的意思 他比较像文人 比较儒雅 然后小明是比较刚强一些 玉浩我们开始好不好 好的 来 黄玉浩 你说 我们听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我其实想找一个人 他对我非常重要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最好的兄弟 在我的寝室里排行第六 我一直叫他老六 长得阳光帅气 身高一米八零 说着一口地道的山东济南话 大学四年 我们一起卖过报纸 买过地摊 去婚纱店拉过课 那些生意我们赚了平分 赔了拉倒 那段时间 我们彼此信任 也彼此依靠 在毕业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约定 要做中国最牛的记者 2006年的那个夏天 我接到新军报的 实习通知的时候 我压抑住内心的狂喜 第一时间给老六 发了一条短信 哥们我称新军报的记者了 他回 恭喜你兄弟 有一天带我一起混 我没有回 因为我把这句话 记在了心里 到了北京以后 我很快推荐老六 去了一家老牌杂志社上班 因为我想 如果老六 我的兄弟能来到北京 我们一起拼搏 一起奋斗 寂寞的时候 我们彼此支持 彼此鼓励 我相信我们兄弟俩在一起 没有什么困难 是过不去的 可是 人算不如天算 老六来到北京以后 我们的工作似乎更忙了 我们见面 也似乎更少了 2008年底 我因报道 山东某地强送 18名上访农民 至精神病院一事 遭到无端指控 对我个人进行 历时三个月的 净职调查 当然 事实最终证明了 我的清白 但那段时间 我内心就无比慌乱 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突然觉得无比的忽担 我忽然发现 原来我在北京 真的无依无靠 但那一刻 我想到了老六 我打车来到老六的租住地 一下车 一个喝醉酒的少年 在和我擦肩矮过的瞬间 突然劈连一拳 打在我的眼上 我并不认识他 我们两爷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们就撕打在北京的街头 少年开始呼喊伙伴 我在一路狂奔冲进小区 我边跑边给老六打电话 我挂断电话的瞬间 老六就捂着一只眼 拎着一根棍 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我说 走 我们揍他去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着急出门 高度近视的老六 只戴了一只隐形眼镜出门 当然那次没有找到那个人 但是在那个冰冷的早晨 在那个不足十平米的群租隔间 我和老六挤在一张 很窄很窄的木板床上 我们一直瑟瑟发抖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 聊了我们的生活 聊了我们的梦想 那天天气很冷 但我心里却很暖 我想这就是兄弟 接下来的四年 我和老六只见了三次 有那么一段时间 他频繁地给我打电话 说想和我拒绝 想和我聊一聊 可是那段时间 我们满脑子都是 贪官腐败 大型骗局 矿难突发事件 我们要么在采访 要么在去采访的路上 或者在写稿 我的心情紧张而焦虑 对于他的邀约 我也一拖再拖 直到2012年8月6日晚上 9点半 老六给我打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依然无比地烦躁 我抓起电话来就说 你又怎么了 他一阵沉默 他说 最近我太累了 我都不想活了 我说 大老爷们喝两杯酒 杀死都好了 过两天我请你喝酒 说我急匆匆地挂掉电话 继续沉浸在我的稿子里 三个小时以后 我接到一位同学 给我转发来一条 老六发给他的短信 短信就三个字 我想死 那一瞬间我突然无比的惊慌 我抓起衣服就冲出门 一路狂奔来到了老六的住地 我一脚踹开了房门 只有待机的电脑空无一人 待机的电脑页面停留在 生活很累 我不想活了的遗书文档 之后 我见到了老六 最后一个背影 26岁的他 就那么静静地 孤单地趴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 警察告诉我 他于8月7日凌晨一点半 从他住的六楼跳了下来 跳楼之前他喝了很多的酒 那一刻我想哭 我就哭不出来 我第一次发现 人到了痛苦的 极致是根本没有眼泪的 我忘了那天我是怎么回到家 我只记得我整个身体 像被掏空了一样 我瘫坐在地上 我抓着自己的头发 我拼命地抽打着自己的矮光 我不停地想假如 我不停地想假如 假如过去四年 我能多陪他喝喝酒 多陪他聊聊天 假如过去两个月 我能放下稿子 马上去见他 假如一天前 他说他不想活了 我能多一点耐心 假如他没有来北京 生活没有长 有太多时候 我们总是以生活太忙 太累 太不易 来掩饰我们的冷漠 掩饰我们对身边人的 漠不关心 大部分时间 我们总是以为自己 我们热情 我们真诚 我们善良 我们重情 我们对待兄弟 可以赴汤到火 两肋插刀 可是 生活里并没有 让我们两肋插刀的机会 作为兄弟 他需要的可能只是 你一点点关心 一点点问候 和一点点亲情 如今 三年过去了 我一直在寻找 我的兄弟老六 我始终相信老六 没有离开我的生活 我始终相信 我总有一天会遇见他 我会对他说 兄弟 多大的事啊 我们喝一杯吧 我陪你聊一聊 兄弟 你听到了吗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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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豪感谢你今天提醒了我们 有一些事或者是有一些人 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慢慢地去做 慢慢地去对他们好 反正有一辈子的时间嘛 原来一辈子可以是很短的 所以听完你的演讲 我真想 我电话就在我面前 我真的很想马上给我的兄弟 发点东西过去 可是我想说 余豪事情已经过去了 三年了 你已经懂得怎么样去爱兄弟了 就在刚刚 我搜了一下我兄弟的名字 没有一篇新闻 没有一个图片 我想 我把我今天这样的一个经历 献给我的兄弟 其实我更无法原谅自己的是 我作为老六最好的朋友 甚至到今天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跳楼 你是第二个在我面前 讲述一个对自己很重要的人 跳楼的我的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老公 他们俩在床上睡着 好好的 晚上醒来 发现他老公不见了 他走到客厅 一切都很安好 什么都没有变化 只有阳台上的盆栽 从阳台上被拿下来了 他先成跳楼了 前一秒钟 他爱的人还躺在自己旁边 这个演讲 其实在这个平台上 再次告诉大家 要留一点时间 给除了成功以外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意义 我觉得是很好 对演讲也算是 对你朋友非常好的一个纪念 谢谢老师 讲得非常好 真的 对